在看影片前 大家記得分享、讚好和訂閱卓劍名家 最重要是按這個小鐘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 這個就是坊間可以買到的丁酸鹽 丁酸鹽如果不入膠囊就比較臭 不過入膠囊就一點都不臭 上星期就講解丁酸鹽可以激活NPK 丁酸鹽可以按下HDAC 現在就講這三件事 丁酸鹽可以按下核因子KB 甚麼叫核因子KB呢 這個就是一個細胞 細胞核 如果現在有些增菌 有些養油離基 有些細菌的毒素 有些病毒 它加上細胞的時候 細胞就感應到了 於是有一個訊息就會活躍 叫做P38 MAPK 一會約了之後就會激活一個酵素 叫做IKB 激媒Kinase 原來細胞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叫做NFKB 叫核因子KB 但它就進不到細胞 它又有一把鎖 鎖住它在細胞質裡面 這個鎖叫做IKB 當有增菌這些外來的物體 敵人那些來到 細胞很緊張 一定要對付敵人 這個外面的敵人就會激活一個酵素 這個酵素就會用一個方法 廢了IKB 當這把鎖沒有了 這個NFKB就進入細胞核 進入細胞核 所以它就做一些要複製一些基因 基因做出來之後 就可以對付外來物體 我們叫做發炎的反應 有時候有些炎 不是那麼好的炎 譬如說心肌炎那些東西 譬如說 所以我們如果抑制這個NFKB的話 我們可以減少心肌炎、胃炎、肺炎、肺炎、肝炎 我們一起看 它說為何會有心肌炎呢? 因為激活了NFKB 所以如果我們有一樣東西可以抑制它 它就可以減少心肌炎 為何會有胃臟炎呢? 就是因為透過激活了NFKB 一樣,如果我們抑制NFKB 就不會有胃臟炎 為何會有胃炎呢? 就是因為激活了NFKB 為何會有腎炎呢? 就是激活了NFKB 也是激活了NFKB 為何會有肺炎呢? 肺炎就是譬如說 為何會有肺炎呢? 肺炎會發炎呢? 就是因為NFKB 為何會有關節炎呢? 也是因為NFKB 眼睛的紅膜 Uveitis 紅膜炎 怎樣可以防止紅膜炎呢? 就是要透過抑制NFKB 很多炎 前列腺會發炎 前列腺會發炎呢? 就要因為NFKB 來前列腺會發炎 剛才我們說這裡 關於癌症 但是有一種 又是惡性的 叫育瘤 育瘤 育瘤是比較難治癌的 為何會有育瘤呢? 就是叫Sinoviosarcoma 育瘤 是因為NFKB 所以如果我們有方法可以按NFKB 我們起碼都可以預防 沒有出現肉瘤 有些人有些叫粉瘤 脂肪瘤 脂肪瘤呢? 有譬如說 1%脂肪瘤可以變成肉瘤 或者癌那類型 那叫Niposarcoma 為何有Niposarcoma? 就是因為NFKB NFKB還可以令到癌會擴散 譬如乳癌 乳癌為何會擴散? Metastasis 就是因為激活了NFKB 大腸癌 大腸癌 Metastasis 就是擴散 為何大腸癌會擴散? 就是因為NFKB 為何肺癌會擴散? 又是因為激活了NFKB 有一種癌是很凶險的 叫異臟癌 三個月而已 那異臟癌為何會擴散? 又是因為NFKB 但是這個丁酸癌 透過抑制NFKB 可以舒緩 不要改善 不要說是E 可以防止 防止癌擴散 這個丁酸癌 有一個病 叫做卵巢多郎症 原來都是因為NFKB 就是說現在 那個丁酸癌 有第三個好處 一天一粒 起碼都看門口 這樣 就可以減輕那個炎症 防止癌擴散 這個丁酸癌 第四個好處 就可以激活一個叫做 個氧化物媒體 增淨物會化受體 很長 Peroxyzone Proliferator Activated Receptor Gamma PPAR Gamma 那丁酸癌 就可以激活這個PPAR Gamma 丁酸癌 可以Up Regulation 提升這個PPAR Gamma 提升了 就可以抑制肉芽 有些人的皮膚 有一個痘在 痘會長大 或者它穿衣洞的時候 突然間肉芽一塊 肉芽就叫做 Keloid 原來你激活了PPAR Gamma 就可以抑制肉芽裡面的膠原蛋白 就是要透過激活這個PPAR Gamma 就可以抑制膠原蛋白 抑制肉芽 那丁酸癌呢 又可以激活一個 叫做脂肪介素 這個丁酸癌 激活了脂肪介素 可以減肥 脂肪介素 可以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有些人的腎衰竭 那個腎小球 就開始沒有了 沒有了腎小球 這個脂肪介素 就可以令到那些腎小球 功能上可以康復 或者可以令到腎 或者腎不好 那麼容易衰竭 原來有些人 他是有老人退化症的 特別哪些人呢 肥胖那些人 肥老容易老人退化的 他說這個丁酸癌 引出來的脂肪介素 就可以改善那個肥胖 引起的老人退化症 這裡也是另一個研究報告 他說這個脂肪介素 是可以消除老人退化症的症狀 不只是脂肪介素 脂肪介素的接受體 令到有記憶衰退 那麼我抑制了接受體 就不會有記憶衰退 或者直接這個脂肪介素 是可以改善那個記憶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就是 這個叫做著床 著床就是說 當那個卵子受精之後 他由那個酸癌管走回去那個子宮 他就令和那個子宮開始 那個受精的卵子和子宮開始有互相作用 可以搭著那個子宮內膜 這個叫著床 原來這個丁酸癌 就可以幫助那個受精的卵子 可以著床 這個就是第二個部分 就是說有這麼多的好處 我們腦需要很多叫做神經因子 有一個叫做BDNF 叫做腦衍生神經營養因子 這個就是可以幫助記性的 記性就是有些叫做突觸 就是幫助我們知識的記憶不要飛走 這裡有個研究報告 首先這個丁酸癌可以穿越個血腦屏障 叫做bred brain barrier 就可以去到腦了 去到腦 這個丁酸癌可以增加一種叫做BDNF 叫做腦衍生神經營養因子 又可以增加一個叫做NGF 叫做神經生長因子 又可以增加一個叫做膠質細胞 衍生神經營養因子 增加多點這個BDNF 就多點叫做突觸 這個突觸就幫助我們記性的記憶 這裡就是這個丁酸癌可以幫助我們記性好些 那如果是抑制了這個突觸就令到記性不好 開始有障礙了 anxiolytic即是沒有了些焦慮 所以這個丁酸癌可以減低焦慮 有種病叫做專注不足過度活躍 叫做ADHD 這個丁酸癌可以增加BDNF 增加BDNF就可以改善那個專注不足過度活躍 小朋友的 有一種問題叫做阿士堡加 阿士堡加就是 這裡有個研究報告 就是英國的劍橋大學的研究 他說為甚麼阿士堡加呢 因為少了一個酵素 一個基因出了問題 叫做CYP19A1 阿士堡加和CYP19A1是少了 因為少了之後 身體就做不到一個酵素 叫做芬香煤 芬香煤 因為少了一個CYP19A1 這個芬香煤做甚麼呢 就是增加腦裏面的刺激素 神經做出來的刺激素 原來這個芬香煤素呢 就可以增加一種叫催產素的接受體 這個催產素接受體呢 就令到我們有同情心 有同情心 empathy 所以有些人有阿士堡加那些 他就說你呢 我只顧自己 他想不到別人的那個 怎樣接受你的那些計劃 那些行動 那些東西 就是增加神經生長因子 增加神經生長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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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治療老人退發症 還有呢 又可以增加叫做膠質細胞衍生神經營養因子 那這個呢 就是有些自閉的那些小朋友 他小肌肉控制得不好 即是不懂得扣扭 不懂得綁鞋帶 不懂得講話 因為講話要很多神經 要控制不同的肌肉 去講一個音出來 所以增加GDNF 人會靈活些 打筋斗會靈活些 或者病的時候肌肉會靈活些 即是懂得拍皮球 眼和手的合作 還有呢 這個很有趣的 然後增加GDNF 即是丁酸炎 可以戒酒 減少酒癮 挺有趣的 所以你想想這個丁酸炎多好呢 丁酸炎又可以有這麼多好處 脂肪減肥 可以防止這麼多癌症 防止自體免疫 傷口埋口黃斑病變 即是可以消炎 各種不同的心肌炎那些 可以防止癌抗散 又可以減少蛋白尿 又可以減少肉牙 又可以令到這裡改善思覺失調 就是了 就是這個 丁酸炎 50多種問題都可以改善 所以是不是很興奮 可以介紹這件事給大家 你說如果一天吃一點點 就當作看門口 即是我們叫自味餅 最好就是這樣 自味餅 拍得出問題後 提心吊膽 又用很多錢 請介紹一次我的網址 就是www.ku 或dietary.hk 我就會在這個地址 免費諮詢 尖東永安廣場 UG24 諮詢每天都有 除了星期三 即是一二四五六日都有 每一天有兩場諮詢 11點半 或者下午兩點 每一場有二十個籌 早上10點就開始派籌 如果你想諮詢什麼題目 你過來 那張籌就行了 喜歡明家分析 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